第三章 直播营销的策划与筹备 通过本章内容里将学到 直播方案撰写方法 直播方案执行规划 直播前期引流 前期硬件筹备 直播平台设置 直播软件测试 第三章第一节 直播营销方案的必备要素 完整的思路设计是直播营销的灵魂 但是仅依靠思路无法有效实现营销目的 企业新媒体团队必须将抽象的思路具象化 以方案的形式进行呈现 直播方案的作用是传达 在直播营销思路及目的敲定后 需要通过直播方案准确的表达 将核心思路传达到新媒体团队所有人 以及外部直播平台运营人 合作主播摄像师等 作为传达的过渡或桥梁 直播方案需要将抽象概述的思路 转换成明确传达的文字 使所有参与人员 尤其是直播相关项目的负责人 既了解整体思路 又明确落地方法以及步骤 由于直播方案一般用于企业内部沟通 目的是用最精练的语言 让直播相关的所有人员熟悉活动流程及分工 因此没有必要在时代背景 营销理念 实施意义及宏观层面花过多的笔墨 正文简明扼要 直达主题即可 完整的直播方案正文需要包括直播目的 直播简数 人员分工 时间节点 预算控制 五大要素 直播目的 方案正文首先需要传达直播目的 告诉团队成员通过这场直播需要完成的销售目标 需要提升的口碑关键词 现场期望达到的关键观众数量等信息 比如 春节将至 现在这段时间是老百姓采购年货的主要时间段 为了宣传我公司的春节新品套装 并在春节放假前将我公司天猫店销售额 销售额销售量提升至6000万元 我们将于近期进行一场网络直播 其次也就是第二点就是直播简数 方案正文需要对直播的整体思路进行简要描述 或以页PVT形式展示 包括直播形式 直播平台 直播亮点 直播主题等 2017年6月11日 京东在618期间邀请江斯达做客京东3C情报局 为Nubia Z17手机京东首发开售做一场主题为千人齐席将四达Nubia Z17的爱情发问直播 直播方案中的直播简数部分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第三点就是人员分工 直播需要按照执行环节对人员进行项目分组包括道具组 渠道组 内容组 设置组 每个项目组的负责人姓名成员姓名等需要在方案正文中予以描述 第四点是时间节点 时间节点包括两部分 第一是直播的整体时间节点 包括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前期筹备时间 发酵时间段等 便于所有参与者对直播有宏观印象 第二是项目组时间节点 方案正文清晰传达每个项目组的任务截止时间 防止由于某项目组在某环节延期而导致直播整体延误 第五点是预算控制 每一场直播活动都会涉及预算 新媒体团队 整体预算情况 各环节预期需要的预算情况 都需要在方案正文中进行简要描述 当某个项目组有可能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时 需要提前智慧相关负责人便于整体协调 第三章第二节 直播方案执行规划 直播方案的正文需要让所有参与直播的人员知晓 而执行方案的执行规划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需要各项目组参与者来属于新 直播方案的执行规划一般有项目操盘规划 项目跟进规划 直播宣传规划组成 首先是项目操盘规划 项目操盘规划主要用来保证项目推进的完整性 主要以项目操盘规划表的形式出现 一个好的想法并不足以支撑方案的具体落地 为保证方案的落地并与最终直播目的契合 需要把好的想法系统化 以一个可视化可监督跟进的形式展示出来 这就是项目操盘规划表 第二点是项目跟进规划 项目操盘规划在方案的整体推进上进行了大致的安排 而项目跟进规划则在方案的执行细节上进行细化 明确在每个阶段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完成时间是什么 负责人是谁等 为保证项目能够顺利进行项目跟进规划 需要设计项目跟进表 按照一人一试跟进到底的原则 有利于在项目执行中 就某一板块通过该事项负责人进行全面了解 项目跟进表的左侧板块为 直播活动的所有板块 包括场地硬件宣传等 内容栏为板块的简要描述 形式栏可标注项目形式 通常为文字图片或视频 发布平台栏标注内容发布平台 包括直播平台 微博微信 网络媒体等 提交时间栏需要写出任务 截止时间 建议每项工作预留出一定时间 以便审核确认 提交方审核方栏指该项内容的负责人 日期下方的色快 及该项任务的推进时间 项目跟进表的制定并非完全固定 在不改变项目制作 项目跟进表目的的基础上 可根据具体需求进行表格调整 以满足项目跟进的需求 第三点是直播宣传规划 由于直播平台在线人数有限 为了达到更好的营销效果 在直播活动开始前 企业新媒体团队需要进行前期宣传 能够最好能实现直播开始前 就已经有网友进入直播间等候的效果 虽然直播前期有必要进行大量宣传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 宣传必须有针对性 企业营销直播与个人直播不同 追求的不是简单的在线人数 而是在线的目标用户数 如一款针对0到1岁宝宝的婴儿用品直播 必须想方设法吸引宝宝父母进入直播 如果单纯追求在线人数 而吸引5万大学生观看 从营销目的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价值 因此在直播前需要设计有效的直播宣传 达到企业营销的目标 设计直播宣传 可以借助三个关键点进行策划 宣传工作必须围绕关键点的交集 进行设计 这三个关键点就是活动的平台 喜爱的形式和接受的频率 首先是活动的平台 即用户通常出现或活跃的平台 不同的网民在互联网上有不同的活动平台 如爱读书的人一般会在豆瓣分享读书心得 爱看小说的人喜欢在起点中文网浏览 碎片化时间比较多的人会利用很短的时间翻看朋友圈或阅读微博 新媒体的种类不下百种 而每种新媒体又包含大量的网站或账号 如果不在用户活跃的平台进行直播宣传 很有可能是被公办 因此设计直播宣传 企业新媒体团队要将研究用户经常活动的平台作为第一个步骤 下面有一个课堂讨论 如果你有以下爱好 通常会在哪些网站或账号活跃 比如说举个例子 当提到PPT学习的时候 可能你对应的动作就是会先关注微信公众号秋月PPT 比如你会去学习网易云课堂PPT课程等 那么接下来五种学习 五种相关的知识 你又会通过哪些行为来获取呢 首先第一个是英语学习 第二个是军事研究 第三个是时事政治 第四个是娱乐八卦 第五个是宠物饲养 其实是喜欢喜爱的形式 及用户喜欢观看或阅读的新媒体形式 在形式喜好上 有的人喜欢看图片 有的人喜欢看文字 也有网民更喜欢看视频 新媒体团队需要在直播宣传的第二步 应对不同的用户喜好 设计不同的宣传形式 比如说如果用户喜欢看图片 那么可以设计九宫格图或有创意的信息长途 如果用户喜欢看文字 那么可以撰写干货文章或有趣的软文 如果用户喜欢看视频呢 那么需要拍摄或剪辑相关视频便于用户浏览 最后是接受的频率 即用户能承受的最大宣传频率 由于用户在上网时可选择的余地很大 因此过于频繁的刷屏推广 很有可能会被大量用户取消关注 甚至拉入黑名单 在用户承受的最大宣传频率基础上 新媒体团队需要设计多轮宣传 例如用户能承受两天一次广告的频率 那么新媒体团队可以在直播开始前六 前四 前两天 直播当天分别进行推广 以达到最优的宣传效果 以上三个关键点的重合部分呢 即直播前期宣传规划 比如用户活动平台 是新浪微博 用户的喜爱形式是短视频 用户接受的频率是一天一次 一传 那么新媒体团队可以将直播前期宣传 表述的以短视频为 以短视频的形式 在新浪微博 在新浪微博进行连续六天 的宣传预热 然后开始分工执行 下面又一道课堂讨论题 假如你要为一款 以城市女性白领为主要受众的 面膜设计直播 请参照本节所学的知识点 做出前期的宣传规划 第三章第三节 宣传与引流的六种方法 在理清直播宣传关键点后 新媒体团队需要将宣传与引流 落实到具体的细节当中 直播前期引流的细节执行主要包括两部分 第一是引流物料的筹备 包括图片 文字 H5等 第二是引流渠道的组合 将引流物料布局 布局在自媒体文章 视频网站 问答网站等 引流物料包括 海报 视频 H5文案等 物料根据直播剧情内容来设计 一般需在引流宣传开始前三天就续 常见的引流渠道或方法包括 印广 软文 视频 直播 问答 线下等 首先是印广引流 印广及印广告的简称 企业新媒体团队可以利用官方媒体平台 直接进行直播宣传推广 常见的官方媒体平台包括官方网站 认证微博 官方微信公众号等 由于官方媒体平台属于企业的自由媒体 因此可以直接了当的将 直播时间 直播账号 参与嘉宾 抽奖 与惊喜等详细列出 完整的告知粉丝 并邀请其传达给自己的好朋友 第二种 引文 软文引流 与印广告相比 软文突出一个软字 从用户角度 在标题 开头 正文等部分 看不出任何广告的迹象 阅读到结尾后才发现直播的宣传信息 软文引流需要注意两个细节 第一是相关性 软文需要投放到目标用户活跃的平台或账号 否则推广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是目的性 虽然是软文 但需要在文末引导用户 点击直播间网址 或下载直播软件 三 视频引流 视频之于文章 正如电视节目之于报纸 由于视频比文章更容易理解 降低了受众的认知门槛 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利用视频进行推 宣传推广 当前网民 普遍 生活节奏变快 没有一个小时以上的完整浏览时间 所以短视频尤其受到用户的喜欢 在新浪微博 今日头条等平台 优秀的短视频可以达到上百万甚至千万极曝光效果 第四种 直播引流 直播平台通常有推送 提醒或发布功能 直播开始时 可以将直播消息直接推送给关注直播间的粉丝 因此 在直播开始之前 企业可以在同一直播平台进行预热 一方面鼓励观众关注直播间 积累原始粉丝 另一方面 调试软件与硬件 争取在直播正式开始之前达到最佳状态 下面有一个案例分析 即2017年6月16日 京东邀请大提琴演奏者 华语影视女演员欧阳娜娜 做客京东直播 预热宣传 从6月15日开始 用户点击链接 可直接跳转进入京东APP直播预热页面 用户进入这个京东APP预热直播页面后 单击设置提醒这个按钮 即可在直播开始前 收到京东推送的直播提醒消息 第五种是问答引流 传统的问答网站包括百度知道搜索问问等 用户可以在问答网站获得想知道的答案 企业也可以借助问答网站友好的回答网友问题 同时为企业做宣传 除了以上传统问答网站外 知乎问答 头条问答 果壳问答等 也都可以作为企业宣传与引流的渠道 例如手机新品推广的直播 在开始前可以在问答网站回复 请推荐一款好用的手机 拿款手机 屏幕较比较大这样的问题 在友好回复的同时宣传直播 引导网友前往直播间 第六种是线下引流 虽然直播营销属于新媒体营销的一部分 但传统渠道的引流效果也不容小视 如果企业有线下的渠道 如产品铁店 营业厅 线下门店等 完全可以借助线下渠道 以海报宣传单等形式 宣传直播内容 引导线下消费者关注直播 下面大家可以进行一次课堂讨论 某书店计划筹办 读书日邀请三到五位书籍作家 参与当天的读书会 并进行现场直播 那么如果你是本次活动的负责人 请你设计一个前期推广策略 第三章第四节 硬件筹备的三大模块 在直播方案撰写完成 并传达到相关负责人后 直播营销进入分工筹备的阶段 为了确保直播顺利进行 首先需要对硬件部分进行筹备 直播前期的硬件筹备主要有场地 道具设备这三大模块构成 第一就是直播场地踩点 直播活动的场地分为户外场地和户内场地 常见的户外直播场地有公园 商场 广场 游乐场景区等 根据活动策划的需要 产品体验 街头采访 导购直播 可以选择人流量充足的户外场地进行直播 增加直播节目的互动性 而户外直播如粉丝见面会 真人秀游戏等适合户外封闭场地 避免活动进行过程中 出现不必要的麻烦造成活动终止 通常产品体验 产品演示 培训 见面会等直播内容比较适合在室内进行 常见的室内直播场地有 办公室 咖啡馆 店铺 住所 发布会场地等 在室内场地进行直播前 为营造直播氛围并突出宣传产品 可以对室内进行简单的装修 由于室内比较封闭 为保证直播质量 直播现场不一出现较多围观群众 以避免直播时收入的杂音 对直播造成影响 进行场地筛选时 要优先选择消费者购买与使用产品 频率较高的场所 以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加深观看直播后的产品影响 与此同时 可以根据活动策划需要 根据人数 游戏内容 产品摆放等筛选场地 当直播活动需要长时间占用场地时 场地负责人需要提前与场地管理方 及相关部门进行沟通报备 确保直播时段 场地顺畅的使用 与此同时 场地负责人需要了解场地所在的保安保 硬件设备 场地面积 搭建要求等方面的要求 以防止直播当天因以上的问题造成直播活动的中断 另外户外直播场地需要提前考虑当地的天气状况 一方面需要准备下雨刮风等事件的防范措施 另一方面设计室内备用方案 避免在直播中遭遇极端天气导致直播的延期 第二点就是直播道具的准备 直播道具由展示产品 周边产品及宣传物料这三部分组成 产品作为直播活动的主角 需要在直播的各个方面均有所展现 其中有直播时使用的产品产品展示架 同时包括产品宣传海报 产品玩偶等一系列以产品为中心的物料 提前对场地进行考察和测量 有助于制作规范适用的产品物料 直播中的宣传物料范围较广 包括企业定制化的海报 台标 胸卡 胸贴纸 气球等一系列能够出现在直播镜头中的宣传物料 下面有一个案例分析 2017年6月11日 京东邀请江斯达做客京东3C情报局 为Nubia Z17手机京东首发开售 做一场主题为 千人其席江斯达Nubia Z17的爱情发问直播 直播前的预热宣传 直播活动现场 物料等设计中均有产品植入的部分 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在预热直播宣传海报中植入了产品的信息 第二是场地布置植入了品牌的logo 第三点是手举牌植入了品牌的logo 第四点是桌牌也植入了品牌的logo 第五点是BTA也植入了品牌的logo 第六点手举牌进行植入品牌logo 第七点主持人的手卡植入品牌logo 第三要注意的就是直播设备的筹备 直播设备是确保直播清晰 稳定进行的前提 在直播筹备阶段 需要对手机、电源、摄像头等设备进行反复调试 以达最优状态 目前直播的主流设备是手机 直播方在手机段安装 直播软件通过手机摄像头即可进行直播 当使用手机进行直播时 需准备至少两台手机 并且在两台手机上同时登录直播账号已被有备无患 虽然手机可以便捷移动并大大提高直播效率 但受手制、手机、电池电量、网络、信号等因素限制 由此还需要借助直播辅助设备进行优化 比如说电源通过手机进行移动直播 这是对手机续航能力的极大考验 在进行正式活动直播前 可通过直播进行测试衡量某段时间的直播所需要耗费的电量 并携带的移动充电宝是移动直播的必备电源 经实测 直播手机电量剩余50%左右时就必须开始对手机进行充电 以剩余的电量在续航时间换取充电时间 满足后续直播用电 保障直播不因电量原因而中断 个别情况下可以携带插线板为移动充电宝进行充电 或在固定机位进行直播时对直播手机进行快速充电 第二点就是无线网络 无线网络的网络速度直接影响直播画面质量以及观看体验 室内直播时若室内有无线网络连接且是连接的设备较少时 网络质量较佳可以选择使用室内网络进行直播 在正式直播前要对直播所用手机进行测试 当无线网络不满足直播需要时 要提前发现并解决相关的网络问题 在户外进行直播时 无线网络往往无法满足直播需求 此时需要购买流量卡支持网络需求 流量卡与手机卡相似 可以直接插入手机中使用 或者可以购买移动WiFi 把流量卡放入移动WiFi设备中 发射无线网络热点 直播所用手机连接无线网络热点进行直播 目前一场持续一个小时的直播呢 大概约需要500MB的流量 第三个必需品就是支架 直播支架包含固定机位直播支架 和移动机位防抖直播支架这两种 固定机位直播支架又包含 单台手机及多台手机固定机位支架 单台手机直播时可以使用 像三脚架 懒人手机支架 多台手机直播时 可以使用多平台直播支架 可支持五台手机以上的手机 同时直播 对于主播而言 长时间手持手机进行直播 这并不实际 手机直播时的抖动 会对观看效果造成影响 目前市场上仅支持 单台手机的设备防抖处理 关于移动机位防抖 可以使用手持手机稳定器 或手机防抖云台 进行防抖处理 三轴防抖效果最好 第四呢就是补光灯 直播时 多使用前置摄像头 进行直播 在暗光环境下进行直播 并不能取得较好的观看效果 因此需要对主播进行补光 补光灯建议使用支持冷光和暖光 两用类型的灯 同时打开冷光和暖光 避免因冷光造成的皮肤过白 或因暖光造成的皮肤过黄 这样的现象 直播用补光灯非常小巧 方便携带 而自带电源的补光灯 免手机电源驱动 使用更加便捷 但直播用补光灯 并非专业设备 补光效果仅限一米左右 在进行大型活动直播补光时 还需使用专业补光灯 第五就是收音 即使是在安静的环境下 直播手机距离主播较远 手机的收音效果也会变差 如果在草找的环境下 距离一米以上就需要 外接收音设备来辅助收音 收音设备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蓝牙耳机无线收音 随着越来越多的直播 引用支持蓝牙耳机功能 可以使用蓝牙耳机进行辅助收音 第二种是外接线蓝收音 适合对多人进行采访的时候使用 第六是提词 直播活动的及时性要求 在直播中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或者专门的行为 在直播过程中 想要向主播提示某些关键信息时 就需要通过提词器来配合提词 提词内容包括产品关键信息 抽奖信息 后续活动信息和向其他平台导流的台词等 一场直播内容较多 主播要让讲的东西也非常多 不做提词呢 难免会在直播中漏掉一些关键信息 提词器主要包括主播手卡和白板 手卡中需要提前填写直播中 需要主播讲出的信息 其中也有产品名字 构成成分 使用人群 优惠活动 出奖规则等 白板为手写版 尺寸不宜过大 白板不会出现在直播中 其用途为 其用途为在直播生中 当需要对主播进行场外沟通 而又不方便 出现在直播镜头时 可以将沟通内容通过手写版将主播传达 第七个就是相机 相机并不出现在直播中 但是直播活动的宣传需要高清大图 因此需要使用专业相机来拍照 同时专业相机可以对现场进行视频录制 以便后期剪辑视频进行宣传 相机方面推荐使用大马相机 若需要录制视频 并后期剪辑至少需要两台大马相机 方便固定机位全程录制 移动机位随机录制 以及拍照 以上七点 以上七条准备工作 包含大量直播所需的设备物料 部分设备可以通过电商平台搜索相关的关键词 根据直播实际需要来进行采购 第三章第五节 直播平台设置与软件测试 硬件调试的同时 新媒体团队需要对直播网站 直播软件等进行初步设置及反复测试 以免由于操作不熟练或软件自身问题 而在直播现场出现失误 第一点是 直播平台的设置 企业直播活动 在平台端可以有两种实现形式 第一是自建直播间 通过企业官方自建账号进行直播 第二是入住直播间 企业本身不注册直播账号 而是在主播所建的直播间进行直播 通过官方自建账号进行直播的优点在于 每一次的直播都有粉丝互动与关注 持续应营 可以不断积累粉丝 其劣势是前期没有粉丝沉淀 较难形成粉丝聚集效应 要在第一次直播就达到高曝光量或高销售量 只能通过其他平台或资源位置的引流 入住直播间的优点是在直播开始就能带来较高的粉丝覆盖 借助主播原先的粉丝积累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得较高的直播人气 但并不利于主牌方做品牌方做长期粉丝沉淀 在自建直播间与入住直播间中做选择时 企业可以根据对直播营销的战略规划进行选取 如果企业打算将直播纳入其新媒体战略定期开展直播营销 那么最好是自建直播间不断积累粉丝 如果企业只计划一两次直播 则没有必要去自建入住现成的直播间就可以了 未经设置的直播间 网友在进入后无法直观的了解直播内容 很容易造成粉丝流失的情况 为了提升观众的留存率减少现场跳出率 在选择直播间类别后 企业新媒体团队需要对直播间封面 直播第一幕画面进行设计设置 以满足直播的需求 首先是直播封面信息设计 直播封面是观众进入直播前了解直播内容的窗口 尤其是直播活动与直播品牌方有推广合作时 直播开始前 直播封面就出现在直播平台显眼为止 为直播活动做预告 拉伸直播活动的关注度 直播封面中信息包括直播主题 直播时间直播产品名 主播等具体可以根据直播平台规则 以及活动需求来进行设置 以达到能够让观众准确地抓住直播的核心信息这一目的 第二就是直播第一幕画面 保持直播封面与直播第一幕画面的相关性 防止观众看到封面进入直播后 发现内容与封面无关而产生的心理落差 直播第一幕画面尤为重要 不专业的直播在前几分钟总是显示与内容无关 或不和谐的杂乱场面 对于观看回放的观众而言 缺少有吸引力的直播镜头 往往会直接离开直播间 作为品牌方进行直播 切记出现此类问题 保持直播封面与直播第一幕画面的相关性 其中包括主播妆容与穿衣风格保持一致 封面图片条与封面的图片的色调 需要与直播场地装修保持一致 第二点是直播软件的测试 在直播开始之前 企业新媒体团队需要对直播软件进行反复测试 确保熟练操作 不发生操作失误 直播软件的测试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主办方视角 熟悉直播开始按钮 镜头的切换方法 声音调整方法等操作 第二是观众视角 新媒体团队需要以个人身份注册直播账号 进入直播间观看 从普通观众的角度观察直播界面 如果发现问题需要及时优化 观众视角测试比较简单 进入直播间后看画面听声音 发弹幕都没有问题就可以结束 而主办方视角涉及相关操作 需要反复操作做到熟练为止 新阶段比较火的直播网站包括花椒直播 硬壳直播一直播等 此外以花椒直播为例 需要反复测试并熟悉的功能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小视频发布 在关注页面通过右上角按钮 可以发布小视频照片 第二是设置头像 可在直播前的设置中 点击头像进行更改 第三是设置私密直播模式 在直播的设计中 点击上方私密 私密直播包括 和密码进房收取门票 而收取门票 这个是11级主播才能够开启的 第四呢 就是直播连线功能 要求完成主播新手任务 达到1级主播才能开始 第五是镜像功能 直播过程中 支持镜像开功能 点击镜像开 可以方便的 可以方便观众看清镜头里的文字图片 第六是添加厂控 厂控拥有对不和谐的用户 禁言和踢人的权利 花椒直播支持添加厂控 在底部导航栏 我的设置 我的厂控 输入厂控的昵称或ID来进行添加 第七呢 是直播录制 在直播中点击底部摄像机按钮 录制时长最短5秒 最长63秒 支持为主播录制 以及主播自行录制 那么下面有一个课堂讨论 本节以花椒直播为例 讲解了其操作的重点 那么请你参照本节所学内容 下载硬刻直播或一直播 描述它的操作流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